在自行安装硬碟之前 首先需要确定您的电脑支援哪种类型的硬碟 常见的选项包括SATA硬碟、传统硬碟和固态硬碟 以及M.2固态硬碟 对于M.2固态硬碟 您还需要确保您的主机板支援相应的M.2界面类别和代数 一旦您确定了适用于您的电脑的硬碟类型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一、关闭电脑并拔掉电源插头 确保断开电源供应 二、打开电脑主机壳的侧面板 通常可以使用螺丝起子松开侧面板上的螺丝或卡扣 三、如果您的硬碟是SATA硬碟 在主机壳内找到一个可用的硬碟插槽 通常,这些插槽位于前部或底部的硬碟托架上 将硬碟固定在插槽上 通常有螺丝孔或卡槽可供固定硬碟 使用螺丝将硬碟装上 确保硬碟牢固的固定在位 四、插上SATA的电源线,再连接SATA排线 一端连接到主机板上的SATA插槽,另一端连接到硬碟的SATA界面 如果您的硬碟位置不好插线就要先插上SATA排线跟电源线在固定硬碟 五、如果您的硬碟是M.2固态硬碟 将其插入相应的M.2插槽中 使用螺丝或卡扣将硬碟固定在插槽上 以确保其稳定 六、关闭电脑主机壳的侧面板 并中心连接电源线 七、打开电脑并进入作业系统 如果您的硬碟是全新的硬碟 就要开启磁碟管理,建立磁区并格式化 方法如下 再、开始,上按滑鼠右键再点,磁碟管理 初始化磁碟点,确定 再、未配置的硬碟上按滑鼠右键 再点,新增简单磁碟区 点,下一步,如果您不想分割 继续点,下一步 不指定磁区磁碟基代号会按照顺序 点,下一步 不修改磁区磁碟区标签以后再修改也可以 点,下一步 再点,完成,等格式化完 你就有一个新的磁区了 感谢您观看 若有帮助请订阅点赞 请注意,以上步骤可能因电脑品牌、型号和硬碟类型而有所不同 建议您查阅电脑的使用者手册或咨询制造商的指南 以获取与您特定硬体和主机壳相匹配的安装说明 如果您对硬体安装不熟悉或不确定操作 请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